生命电视台就是生命的大道 通过生命电视台 会有更多的人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哭得了 接下来一起收看长老发育 一带北京很热闹 在他缘很热闹 三十六特 你坐车上了五代三了 马上就清凉了 要转了 到五代也转清凉了 能来得到吗 来也是慌慌张张的吵吵声 往里又下去了 马上又回到热闹里去了 我经常说放下 看破 自在了 放不下呀 怎么容易放得下吗 如来的神变 所以四节海 实在都平静的 时间转变了 节转变了 一切四节海都转变了 而日普监菩萨与崇宣其义 成佛为力 观察十方 而说送言 一切入果度 皆随夜里生 五等阴观察 转变相如是 一切的果度 都是众生的夜里所生的 你有什么的夜 你生到处到什么环境 你没那个夜 你生不到的了 五等阴观察 普监菩萨与崇宣祝这些在会的大众 观察观察 为什么要转变 转变相如是 是业力所生的 严恶注重上 业货尘可不 奇货造业把它缠住了 非常可怕 不是不为的意思 就怕意思 比心令刹寒 一切成阴雾 他那个心 用的心不清静的 净造那业 所做的一切全是阴雾的 阴雾心 清静心 要是有清静心 修住 福德心 比心令刹海 杂严及清静 出发心 刚有个清静心 刚有个清静心 那只能转变一点点 转变不很大 他修的是福德横 他学修的横文 是福德的行为 他的心 清静了 他不能转变全清静 这个就是他的心 时而清静了 时而又阳雾了 其实有清静心 不是正德的清静心 修福德行 福德行的果报 还没有完全成就 他这个心能不能唱海 眨眼清静都有了 当这个世界 眨眼和清静混淆的时候 那就是 有 那 有善 善心所 造成了这个小环境 清静 那心所 造成大环境的 不清静 对 这个世界 就是眨眼世界 有清静的 有眨眼的 信节入菩萨 与彼劫众生 有信节 那些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这个节 在这个节生了 生到这个时候 随他心所有的 眨眼清静 见 特别注重是见 见 见就是知 他所知道的 就知见 知见 有时候 眨眼心生了 有时候 他就自见 是正知正见 就清静 心生 像是信节菩萨 生到这个地方 那眨眼清静 那眨眼清静 但是他的知见 清静的 渐渐就转化 把眨眼变成清静 无量众众生 吸发菩提心 比心令差 还 节住 很清静 坐 是指这一棒 不是坐的处所 节是指十分 空间跟时间 都是清静 但是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这只是无量众生 吸发菩提心 不是一个两个 十个八个 那不行 转变不动 无量义菩萨 王义于十方 很多菩萨到十方 化作众生 庄严无有数 节中差别见 庄严佛四界 平等的了 平等的了 但是见地不同 有差别 在这个节就当时会讲 说那个时候的 执见 有差别 有正见的 还有执见 邪见的 众生太多了 差别见 一一为神 佛刹入陈述 说四界太多了 一个微山里 无量四界 都有佛刹 一个微山 就变成个佛刹 菩萨共云记 国度皆请见 清净佛国度 很多很多 大师都是做的菩萨 都是善 而且善都存善 四孙若涅槃 不必度庄严灭 佛已不住世了 无量涅槃了 这个庄严景象 也随着灭了 众生之中 受法的法器 没有了 可以说 法也就随着灭了 众生无法器 找个法器的 发菩提心的 发大心的 宣扬正教的 弘扬佛法的 没有了 四界成眨眼 四界变了 眨眼四界了 要有佛心事 一切西真好 随其心清净 庄严皆具夺 祝佛神动力 视现不思议 此时诸沙海 一切普清净 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心上这种种发生 心灭这种种发生 你的心清净 你所做 说这个时间 人家出这个时期是眨眼的 你住这个时间是清净的 因为你心清净过 祝佛的神通力 四线些果度 不可思议的 一切都能够清净 我是随文廖说 在这些个四界成教 华藏四界 清净果司 或者 方善长者 李东宣长者 他们解释很少 苏超和廖家解释 这段经文是佛警戒 廖给众生示现一下 四界成教 华藏四界 是佛所欲诸处 祝佛所欲诸处 清净的 无有言说 我这言说是拿眨眼的对比 我们现实生活 我们所处的环境 跟佛所说的对比 就证明我们是眨眼的 所以我们心不清净 你有一份的菩提心 你一纵成心 有一界 持界的心 修定的心 修慧的心 你就得报 不管它怎么眨眼 你心是清净的 你的处所是清净的 特别有些师父住在山林里头 住在山洞里头 五台山也不少 现在只有五台山 跟中南山 四川有些个山 哪眉山 有那些个行菩萨道的 他住山洞的 他那小山洞就是一个世界 他感觉很清净 耳不闻 眼不见 咱们经常有一句话 眼不见 你心不烦 眼不见 心就清净了 这不是大菩萨 这只是发心自己 修清净性的 世间的无缘 我躲开不行吗 就是咱们经常有句话 我惹不起 我躲不起 我躲了 大菩萨呢 发菩提心的人 他不躲 他原来这个才是 正式的大好时机 什么好时机 躲众伤 众众众在苦难当中 但是有个大的问题 咱们看他很苦 你想救度他 很难 菩萨道不是一句话 做起很难 这小故事了 我在北京法院室 八几年的时候 没个老道友 那么 他到那个 在那个街上啊 就在菜市口啊 他碰一个老太太 带一个小孙孙 在那儿掏口 他看着很困难 他跟那老太太说 老婆婆婆 你啊 可不可以 让你小孙孙 跟我出家呀 完了我那有房子 还空着 我到庙里住去了 你跟那小孙孙 在那儿坐 你在那儿坐 你小孙孙 到我到庙里 跟我学佛 这老婆婆 答复什么句话 她说我们 讨口子 你够苦的了 还去当和尚 那他那个心目中啊 当和尚 那比那个 他讨口子还苦 这叫什么 这叫夜 他跟我学 现在众生的夜 夜里最大 夜里剩余 佛力 夜里剩余佛力 善心所 很难得发 发起来 很难得兼顾 在这个善心所 兼顾了 而能向前进修 更难了 那么 诸位道友 出家而送啊 你那一面 发心落法 那个念头 哪里都落了法了 就这一个念 已经不容易了 除了家之后 这一面 咱们 再一面 再一面 那一面 变成